看看新闻网 希望给歌迷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孙男 至于赚钱与否不是自己考虑的首要因素 我的演唱会并不是我赚钱的一个渠道跟收入 而是我享受的过程 我要回馈给我的歌迷 因为平时我参加很多演出 包括电视台的演出 但是真正演唱会是电视场你看不到的 所以我希望我的歌迷能够感受到现场那种感觉 是在电视场和其他的演出见不到的孙男 此次巡回演唱会中 孙男世事勤力轻为 不仅担任艺术总监 还在灯光音响上要求极为严格 为的就是能带来一场完美的视听盛宴 在上海我们也专门准备了为上海 因为区域文化专门组织了一套不一样的歌曲编排 包括所有的服装也是专门重新定制 那么跟我的世界巡演的服装 是不一样的一套崭新的 在上海要给大家见面的一套服装 除了在视觉听觉上吸引人 发布会上孙男孩透露 演唱会嘉宾也十分重量级 特别的毛姐有两位好朋友会助阵 那么一位是这个我非常尊敬的 也是咱们上海的歌手毛姐 华阿敏 那么另一位是来自宝岛台湾的 一位具有摇滚风格的 因为上了年纪的 我们都称他老爹的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第一个牛仔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也是我今天最新的一个决定 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前两天一直在做这个 生动亚洲这个这个节目 所以呢我还会邀请那么生动亚洲的歌手 能参与到我的演唱会当中 除了好友的助阵支持外 孙男的家人也都会前来 我相信会吧 因为我那小的太小了 但是其他的都会来 对 会拉家带口 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所有演唱会 我的家人都会在现场支持 包括我父母 小小朋友两个小时一唱早就睡着了 是不太方便的现场 近来由于担任生动亚洲的评委 让孙男的人气再次飙升 第一次作品为了孙男坦言 对自己是很大的考验 但对于演唱会 孙男却表现出十足的信心 更是大胆承诺 9月1号的演唱会 不满意的观众可以退票 看来孙男真的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只等开唱了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能感受到 我的演唱的声音和我们的热情 就像我可以开具玩笑话 就是如果哪个观众或哪个歌迷 觉得我唱得不好 可以找我退票 新一约的这些上海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